《牟尼经社,英国记事集,婚姻与感情》系列 无缘不惧,以下文章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阿伯的话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一盒像是英国的产物 因缘聚合,人只要活着 所有的事物像都会记着 下一世会记录很清楚 脑袋会一一浮现 阿伯的话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与人相处,要凡事圆满 才不会接来事远 阿伯的话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操凡,台语,无法改变事情 一直烦恼,事情不会好转 要处理才能解决 修行人,要将心神放在修正行为 念经,静坐,持善不失 从小到大,自己并不是特别信佛的人 虽然会跟着家里节日拜拜 或是小时候,很喜欢看一些庙会活动 五龙五师,等等 但都认为是一种习俗 本来,我跟佛家修行扯不太上边 也从未想过加入佛法修行 对于佛法的前世,今生等说辞 总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我有时候会梦到欲知梦 年纪还小的时候,有一次 梦到我跑去一个地方 看到我子子 后来发现,我在梦中看到的摆设 确实就是我子子去旅行住宿的地方 后来,念要是灌顶真言 不知念到了几万遍之后 我家的猫咪跟我愈来愈亲近 做什么事情都跟着我 才知道,要是灌顶真言 可以跟过去是结轨 几年前曾请示 猫咪是我过去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但同时,也是我的债主 原本我在某些时候是比较偏理性的人 因为有了这些经历 也想试试看用惊涉教导的方法 继续诵经宵夜,解怨事节 随着时间过去 发现好像慢慢能体会什么是义和像 真的是各种言不由衷的无奈 上回与一位师姐聊到最近的生活状况 她跟我分享曾经遇过或是现场请示的经历 后来与两位朋友在乡处发生了一些问题 这两位都是几年前已经请示过 且回向圆满的对象 因最近相处有些不愉快 所以又再请示一次 也许有其他的姻缘 A对象我在四年前已还清 有些业主菩萨还清之后就很有感觉 我与A的相处虽然有改善 但依旧无法合作 很是困扰 结果月初请示果然还是有相欠 前三世因第一冲突 我将A踹至伤众 上周又因为另外一个与A有关的多年摩擦 实在不堪其扰 于是再次送单请示 结果前两世因路见不平 我用手殴打A至伤众 天啊 事实证明 凡事都有因果 如果现实生活中已经尽可能处处圆满 还是有无解的问题 就是有其他肉眼看不见的因素 这也让我明白 我过去是多么恶劣的人 要好好接受 并忏悔 赶紧还清 对象B是我去年已还清的对象 缘由是因利益冲突 我用棍子打了B B的喜好非常分明 含有历练 是一位很好相处的前辈 却是绝对不能得罪的对象 会被记上一辈子 我从B身上 学到非常多做人厨师的细节 会讲请示 是因为目前时常合作 近期对方却常常对我不满 彼此间的互动一言难尽 请示结果是 累世因果债清 虚送六足谈经七百遍 哇 这是我第一次被开始出这样的结果 我内心确实非常苦恼 感谢B愿意让我偿还 所以是累世因果债清 也可见我跟B 前几世的因缘 不仅是殴打这么简单 而是更严重好几倍 虽然累世业力很多 但能开始出来 就有解缘世界的机会 无论多么辛苦 我都会努力诵经 用心修行 感恩世界的鼓励 与我分享 他的修行与人生经验 让我有信心往前迈进 修行这条路 我真的不孤单 以上 为有缘人分享 世间所有一切都是缘 我们出生在这里 生长的环境 遇见的人都有其因缘 这些缘来自上一辈子 甚至很多事以前 延续到此事 此事这些缘分 又同样会持续到下一世 形成生生不息的缘 缘有善缘 有恶缘 善缘与恶缘 不是上天造成的 而是我们的心念 及造作所形成 分享文中的有缘人 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过去世伤害的 阳世业主菩萨 造成生活处世的障碍 幸而能透过一再请世 了解前世的前因后果 此事用诵经偿还 有时候 已开世的业主菩萨 回向圆满后 若仍有状况 可以再试着请世 或许仍有未清偿的因果关系 但当第一次开世时 若因缘尚未具足 就不会将所有镶嵌因果 一次就开世出来 必须等到因缘时机成熟 才会再次开世彼此的因果 过去世若是伤害他人 则会结下恶缘 本世相遇时机成熟时 阳世的业主菩萨 便会开始讨报 让当事者有各种不愉快的感受 然而 虽然过去世因无名 所结下的恶缘 在本世仍有机会 把恶缘转化为善缘 透过福菩萨慈悲开始 请世者能够忏悔 并且诵经回向给业主菩萨 除此之外 还能再用诵经功德补善缘 除了诵经还债之外 还要配合心性提升 改正自己的个性 与习性上的毛病 如此一来 与阳世业主菩萨 才会真正将恶缘转化为善缘 本世若诸多不顺 多是源自过去造下不善的因果 导致生活中有许多逆境 但我们可以借着这些困难的条件 重新锻炼自己的心智 改过谦善 借由逆境的种种考验 增进我们自己修行的道心 世间每个人都可能会遭遇许多烦恼与逆境 透过修行 能将恶缘转变为善缘 而善缘亦是有可能 因为心念不正转变为恶缘 因此缘本身并无善恶 能将其偏向善缘或恶缘的 其实是我们的心 阿伯的话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没有人会永远的一帆风顺 挫折人人都会遇到 若不曾经历过磨难的洗礼 智慧及历练不足 就不容易在失败中 发现自己的盲点和缺失 难成大气 此外 顺境和逆境 皆在一念之间 逆境时的血汗眼泪 是茁壮 人生养分 我们要能够忍受 生活当中各种磨练 从中淬炼 借此修忍辱 波罗蜜 高僧大德 忍辱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忍刺上面 有一把刀 插在心上 而且还是刀刃 刀刃按在心上 忍就像一把刀刺在心里 可见不容易忍 若不容易忍 而能忍 就能把忍的一关打破了 这时就得到忍辱波罗蜜 由生死的此案 经过烦恼的中流 而达到涅槃的彼岸 忍是无价宝 人人使不好 若能会使他 事事都能好 弥勒菩萨又有一首 寄送说 老卓穿纳奥 淡饭 富中宝 补破 好遮寒 万事 随缘了 有人骂老卓 老卓自说好 有人打老卓 老卓自睡到 剃拓在面上 随他自干了 我也省力气 他也无烦恼 这样波罗蜜 便是 庙中宝 若知这消息 何愁 到不了 忍辱波罗蜜 有十种利益 一 火不能烧 因为内心里没有撑火 外边的火 就无法伤害 所谓 没有内需 不招外感 其理一也 二 刀不能伤 因为内心 没刀枪 武器 和伤害的心 故外边 之刀枪 也不能危害 三 毒不能害 所谓纵欲风刀 常坦坦 假饶毒药 也咸咸 所以达摩祖师 被外道下毒六次 而他不中毒 也不死 因为他在无量劫以前 修 忍辱行 圆满了 内无毒心 外害 不能染也 四 水淹不死 五 一切天龙八步 人非人等 劫拥护 六 身相清净庄严 人人见了 心生爱静 七 永远不堕三恶道 八 得生凡天 九 昼夜安乐 十 身心 长生欢喜 也用完毕 人人都需求 无论何时 都能碰到善缘 想要得到善缘 就要先学会 广结善缘 广结善缘的方法很多 从生活周遭的各种小事做起 利用举手之劳 帮助他人 一个小小的善举 温暖的问候关怀 在大众运输上 里让座位 或是捡起路边的垃圾 丢进垃圾桶 等 只要是生活周遭 自己能做到的事 都要不吝惜 去付出 时时 都是累积 广结善缘的机会 六祖谈经 自性能含万法是大 万法在诸人性中 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 进节不娶不舍 亦不染灼 心如虚空 明知为大 故于磨合 无论恶缘 善缘 我们都不用过度放在心上 缘 会随着我们的起心动念转变 只要我们朝着 持戒修缮的方向 任何因缘 都是我们可以更加迈进的 善缘 与法缘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亲自指点 是你们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 有医生 看到没医生 有神 问到没神 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 不同县市 且平日 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 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 271号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